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月娱频道 现在报告10月2日晚的新闻 首先是欧洲的消息 荷兰关注中资公司 从荷兰媒体和Follow the Money 编制的一分一览表中 可以明显看到 荷兰一共有903间中国国营和民营的公司 这些公司有至少百分之五十 纯粹是中国的母公司 或者是中国政府所拥有 这些公司主要会在鹿特丹港 以及电子电讯和能源的领位 荷兰情报机构和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说 会有间谍活动的风险 这些中国公司在荷兰的数量和影响力 被专家们感到担忧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 中国在欧洲的所有投资中 有90%最终流向了四个国家 分别是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 荷兰方面 特别警惕中国在高科技 好像芯片产业 和基础设施好像能源等等 在荷兰的投资及其规模 而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对记者提问作出回应 中国驻海牙大使馆在回应中表示 有关中国公司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并没有任何根据 大使馆的发言人说 中国本身就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我们一向提醒中国企业要遵守荷兰的法律 荷兰是中国企业的重要国家 荷兰的经济会从中受益 英国媒体10月1日引述消息说 英国钢铁公司的母公司中国竞业集团 正在寻求英国政府的紧急财政支持 天空新闻获释 经济集团告诉多名英国的部长 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 英国钢铁公司两座高路 没可能运作下去 虽然不知道经济寻求什么规模的援助 也不清楚补助是用贷款或者赠款的形式提供 但报道引述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公司需要几百亿英镑 来维持高路运转 报道还引述内部消息说 如果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 竞业准备裁员几千个人 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第二大钢铁生产商 总部位于英格兰的南铮郡 北部斯均索普市 2020年破产 被中国的竞业集团收购 这间企业 招聘了大约4000名员工 而它的供应年中 还有几千个工作崗位 看印度尼西亚足球赛事件 印度尼西亚一场足球比赛发生球迷苏联引发人彩人的事故 先前说 增加到至少174个人死亡 超过100个人受伤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下令 暂停顶级联赛的所有赛事 直到完成评估赛事的安全性 不过 稍后 这个省的副省长 下调了死亡人数是125人 据称是因为一些死者的名字 被登记了两次 在今天欧洲举行的一些足球比赛中 比赛之前 为这次事故的死难者默埃 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晚上 在东爪哇市的马郎市 一个体育场举行的一场夹走足球联赛 主场的阿雷马俱乐部 2比3 不敌东爪哇的佩斯普拉俱乐部 于是 大批主场的球迷 赛后冲入球场宣洩不满 而在场的警员要施放催泪弹 控制场面 但反而造成了球迷的恐慌 另外 根据印尼的安全部门表示 这个可以容纳38,000人的体育场馆 卖出了42,000张门票 而国际筑联就表示 已经接触印尼筑总了解事件 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 呼吁出动核武器 在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的战略重镇来晚后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 星期六呼吁俄罗斯军队 在乌兰使用低档量的核武器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 还未发现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迹象 发生社会报导 星期五在莫斯科出席俄罗斯吞并湖兰4个地区仪式的 卡德罗夫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发明说 在我看来应该是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在边境地区宣布戒严 以及使用低档量的核武器 卡德罗夫说 在来曼失手之后 他必须表达意见 他说 必须采取特别的军事行动 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并没有必要考虑欧美的态度 此前俄罗斯的前总统 现任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等多名普京的重要盟友都曾经暗示 莫斯科可能需要数珠核武 但到目前为止 卡德罗夫的呼吁 最为急逼明確 而普京上星期仰言 他准备动用一切的手段 捍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 而且他并非在虚张声势 普京还在9月30日强调 上述的宣示 逆适用于 莫斯科刚刚宣布吞併的乌克兰领土 扎连斯基白气作出回应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12月1日宣布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收复东部顿巴斯顿列斯克战略重阵来晚 一个星期之内 将从俄罗斯的军队中收复更多的领土 乌克兰斯基在晚上的视频中说 在这个星期的时间 顿巴斯有更多的乌兰国旗 一周内 还会出现更多 乌克兰斯基还说 包括东部南部 俄军现在尝试吞併的领土 以及2014年遭到吞併的克里米亚 我们的国旗 将无处不在 而梵带国教宗方济国首次点名请求俄司总统普京 停止在乌兰的暴力及恶性循环 方济国表示 俄乌的危机正面临升级到核战争的风险 对全球带来无爆核战控制的后果 方济国在圣皮特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时 谴责普京最近吞併沃兰部分地区的做法 违反了国际法 敦促普京在升级局势时 要为人民着想 方济国又呼吁沃兰总统扎林斯基 对任何严肃的和平协议持开放的态度 而扎林斯基先前表示 只有全部收回领土 才可以恢复谈判 遭到俄斯吞併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空军基地 有惊传爆炸声 画面被附近海滩上的游客拍下 不过官方声称 爆炸的原因 是因为一架飞机冲出了跑道 据报道 位于俄军克海艦队总部 塞·瓦斯托波尔北边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 当地时间星期六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并可以看到黑烟传天 还不断频发火光 不过官方声称 事故的原因 是飞机降落时 冲出跑道 并起火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弹药的爆炸 乌克兰官方还没有就克里米亚最新的爆炸事件置评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芝尼科夫先前曾经承诺 乌克兰军队 不会用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襲击俄国的领土 但是这个承诺不适用于克里米亚 德国国防部长南部雷希特 这个星期六众突然间到访乌克兰 是俄罗斯出兵乌兰以来的第一次 德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南部雷希特到访南部的港口承设莫德萨 但并没有提及行程多久 只是说 期间有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芝尼科夫会面 在乌德萨空袭警报响起之際 南部雷希特正在地堡中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芝尼科夫一起 南部雷希特告诉德国电视台 几日之内 我们就会向乌克兰提供非常现代的防空系统 这个对防御无人机而言 尤其重要 基赴一直要求柏林提供列炮主战坦克 以便协助对俄罗斯进行反击 但是德国的舒逸茨政府 自今都拒绝 强调要咨询西方盟友之后 才能够做出决定 另外一个德国国会代表团的部分成员 星期日10月2日早上抵达台湾 台湾外交部官员在机场迎接 而台湾驻德国的代表谢志伟 也陪同这些议员返回台湾 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报导 这些代表团的成员 所乘坐的华红班机 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起飞 星期日早上7.08分 飞抵台湾 台湾外交部的常务智长 德国在台协会的会长等人 在机场迎接 星期日抵达台湾的议员 有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的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 危以衰 以及小组的三位副主席 布特 徐特勋 卡福特 另外一些成员因为转机的事宜 将在星期日抵达 而台湾外交部早前公布 代表团将与台湾总统副总统会面 并接受立法院院长邮舍昆 以及外交部长吴超市的款言 亦将与台湾与德国议会议员友好协会的委员会面 拜会立法院 与安全议题相关的机构及接触会议交流 而德国总理就押后访问大陆 9月30日 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尔金 在推特上表示 德国总理府在过去24个小时里私下透露 总理舒尔茨 将推迟 原定在今年11月 第1个星期访问中国的计划 推迟访华行政的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年底前访问仍然有可能成行 两个星期前 巴尔金同样在推特上透露 德国总理舒尔茨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继续在G20峰会举行前的几个星期里 分别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这是近三年来 德国两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 香港的南华早报 此前也曾经引述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 中国前驻柏林的大摄氏明德 9月份曾经在柏林协商筹画 舒尔茨11月访华的细节 而巴尔茨两个星期前在推特上指出 在这种麻烦的背景下 德国两国领导人 这次访问的选择时机 并非理想 他说 习近平将沉浸在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 获得第3个任期的光辉中 而舒尔茨和马克龙有可能给人感觉 他们是向新登基的国王致敬 美国澳洲和日本的国防部长同意加强军事合作 抗衡中国扩大在印太的影响力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夏威夷和澳洲和日本的防长开会 奥斯丁说 他们对中国在台海和附近地区的霸凌行为深表关切 澳洲防长卫尔茨指出 他们的利益 建立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但是这个秩序 在印太地区面临压力 因为中国正在寻求一种前所未见过的方式 索逐他周围的世界 而中国的外交部曾经表示 美国和台湾分裂势力 试图改变台海的现状 台独的势力挟洋自重 以美谋独 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敦促美方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讯号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暂停多类公共场所的运营 而压制疫情的传播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星期二十月二号 呼和浩特冠病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当局为了在最短时间里 控制疫情的传播蔓延 快速切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压制疫情的扩散 呼和浩特市 暂停各类公共文化场馆 警区经营性娱乐场所 包括网吧、洗浴中心、KTV、电影院、酒吧、茶楼、游戏厅、健身房、竹肉店及咖啡厅等等 这些公共场所的运营 此外 呼和浩特市将控制餐馆、公共食堂经营的规模和营业的时间 而堂食就一直暂停 截至10月1号24点 虎和浩特市本来疫情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44例 无症状的感染者是11例 中国国庆长假期的第一日就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中国陕西省一架载有33个人的巴士 在西沿高速公路返转 造成8个人不幸如懒 21个人受伤 正在医院中治疗 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 星期日在微信公众号上通报 这宗意外 发生在10月1号下午2点左右 一名51岁的卫生男子 当时驾驶着陕西渔南市 长运集团清贱远分公司的一辆大型的普通客车 由南向北行驶至西沿高速公路某处时候 车辆发生了側滑 在一条车道中反转 事故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